日前 中共央行下發本件 要求網路支付寶 財富通等第三方支付機構 立即暫停線下二維碼支付業務 和虛擬信用卡等有關業務 引起了國內民眾的一片罵聲 專家質疑 中共高層推出的金融體制改革是空話 有評論指出 中共現任領導 企圖用推行改革的方式來維護中共的政權 不過 中共在瀕臨解體之前已經一片混亂 民眾在選擇投資時並不了解這些業務的背景 中國兩大互聯網集團阿里巴巴和騰訊 宣布推出虛擬信用卡兩天之後 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13日下發緊急文件 叫停虛擬信用卡產品 同時叫停的還有支付寶和財富通等 第三方支付機構線下的二維碼支付業務 支付寶是中國最大電子商務企業 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產品 財富通則是騰訊旗下產品 近期 財富通透過微信紅包和滴滴打車車費優惠等途徑 吸引大量微信用戶開通微信財富通 中國股份制銀行中信銀行兩天前宣布 選擇跟阿里巴巴和騰訊達成合作 推出虛擬信用卡 中信銀行股價也因此持續上漲 而央行新的規定出來後 隨即轉為暴跌 實際上是就是為了保護這個壟斷這個利益集團的優勢 和它的潛在的市場 這只是第一步 中國對互聯網企業的打壓呢 可能還會繼續擴大 繼續深入 這項新規定出來後 央行支付結算司解釋 叫停虛擬信用卡和二維碼支付業務 主要是從客戶支付安全的角度出發 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周金黃公開說 央行對金融創新一直持鼓勵態度 暫停相關業務主要是出於對保護消費者權益 和風險防控等方面的考慮 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促進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 剛剛結束的中共兩會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今年要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 完善金融監督協調機制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也表示 不會取締餘額保等金融產品 但會加大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 他的所有的銀行、金融機構、餘額保都算上 都拿百姓錢、國家的錢出去放貸 中間賺取的巨額的都會拿走 那麼誰在做這個生意、誰能做這個生意 據大陸新財富報道 阿里巴巴老闆馬雲的崛起 來源於他混跡的四個圈子 在這些圈子裡充斥了太子黨 包括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 以及中共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岳飛 而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餘額保、增利寶 涵蓋了從銀行到基金的業務 江志成佔支付寶7成5的股份 美國互聯網入門網站雅虎曾經出資10億美元 幫助阿里巴巴 2012年第三季度 為協助阿里巴巴集團回購雅虎持有的股份 中國投資公司聯合中信資本、國開金融和博裕資本等公司 投資阿里巴巴集團 投資總額達20億美元 其中博裕資本的合夥人之一 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 網上還流傳很多關於馬雲和江澤民的文章 這些文章為了避免被刪除 都採用雅迷的寫法 馬雲的背後還有一家叫做博生投資的公司 博生同樣有著複雜的股東關係 和大連富豪徐明交往密切的合生實業 曾經是博生的大股東之一 博生另一位股東鄭建源 則是中國平安保險集團的間接大股東 博生投資通 provides 感谢观看